大家好 我是不经营 前两天节目播出了 有网友评论说 不经营怎么又讲老公 行 我今天就讲讲 跟老公没关系的 聊聊孩子吧 今天的主题是 躺和卷怎么选 我是一个妈妈 我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比妈妈这个角色更卷的了 对妈妈的要求也太高了吧 好像现在 只有那些辣妈 才能得到大家的认可 可是那些辣妈 是从辣妹变的 像我生孩子之前就很土 咋可能生完秒变辣妈 我这生孩子还是变身 一生出去一把握住家属的手 恭喜你啊 你老婆今儿太辣 我真的很想改变 我在网上关注了 好多时尚博主 总结来说 一定得是 单手抱娃 又美又撒 双手抱娃 家庭主妇 单手抱娃 时尚辣妈 这啥逻辑啊 力量越大 妈妈越辣 什么 那要这么着 我以后上街 就把孩子这样举起来 是不是很时尚 我再练练这个 旁边人都惊了 哇 这个妈妈辣疯了吧 我说 哼 哎 再平衡了 我再 当然了 辣妈只是对一个妈妈最基本的要求 要想成为一个好妈妈 还要无私 奉献 伟大 我有时候看着那些伟大的母爱故事 都会自我怀疑 我这么平凡 是不是不配当吗 孟母三千的故事 大家都知道 对吧 孟母为了孩子成才 搬了三次家 可是孟母付出了那么多 她被大家记住 也是因为孟子又出席了呀 谁记得孟母全名呀 孟母她都不姓孟 还有 世上只有妈妈好 你知道这首歌 让妈妈骑虎难下 因为一旦孩子对你唱这首歌 就算你再累 也应该满足她的所有要求 我有一次工作完 已经很困了 我女儿拿着手工作也过来 世上 我说宝贝 世上 也不光妈妈好 也可以爸爸好呀 奶奶好也行 我跟你说 都可以比妈妈好 知道了吗 去 找她们去吧 让我最想不通的 就是那些伟大的妈妈 为什么永远都不饿呀 每一次做了好吃的 永远都是 妈不饿 你吃 我也很爱我的孩子 我咋一天饿得贼快 真的 郑格鱼 辛辛苦苦从挑选制作到出国 忙活几个小时 我都快饿死了 但也会把最嫩的一块肉 鲜味给孩子吃 孩子默默唧唧半天 把肉全吐了 就吃进去两根鱼刺 那一刻我都崩溃了 我心想 这还不如让妈妈吃了 我说妈吃饱了 你不听话 还有力气教育你 有一次鱼出锅的时候 馋死我了 我一想 反正我娃也浪费 我也吃口嫩的吧 当妈几年净挑刺 但那天没忍住 把鱼吃得遍体鳞伤 我女儿还最后指着问 哎 妈妈 这个鱼的身体呢 我说宝贝来 妈妈今天要告诉你一个事情 有的鱼呢 它只长头 当妈以后 我的大部分精力 都花在了孩子身上 来录节目这两个月 是我一年中 唯一能放松的时候 我前段时间还跟他们去了一趟酒吧 哇 你们现在年轻人也太会玩了 你知道 我这个景底之妈真是开眼了 嫂子32了 第一次去酒吧呀 大家在躁动的音乐下中 肆无忌惮地蹦呀 脸上的笑容那么灿烂 我当时第一反应就是 他们怎么能活得这么快乐 是因为没有家吗 正嗨着呢 我女儿还发来视频 赶紧找个安静的地方去接 说妈妈 你干啥呢 我说宝贝 妈妈加班呢 你跟爸爸早点睡啊 挂掉电话 端起酒杯的那一刻 朋友们 我终于体会到了当爸爸有多快乐 实话说吧 我也不转了 就做一个平凡的妈吧 因为我发现 那些优秀耀眼的人 都有一个叫不上名的妈 但我很幸运 起码你们知道了 我叫布景云 好 谢谢大家 富志emy 的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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